在共和党的初选里面 是保守派之间的彼此竞争 而我们讲到保守派里面 如果把光谱推到极端 很多人会想到极右派 德国有好多城市 同时间在周日这天发起反对极右派 就是另类选择党的大示威 百万人上街 他们拿着反纳粹的标语 要求政府禁止另类选择党 德国媒体在调查之后披露 另类选择党跟新纳粹 这些极端组织密会 他们讨论推动回迁的政策 意思就是这个极右的政党计划 大规模的驱逐他们口中 所谓血统不纯的选民 包括不是土生土长 他们标签的是叫做 没有被同化的德国人 消息一出全德国哗然 德国总理肖兹也公开 声援民众的示威 网络上连数的有70万人 要求禁掉这个另类选择党 而德国的保守派政党 也计划推动立法支持 德国多个城市周日发起 反击右派另类选择党的 示威运动 包括柏林 慕尼黑和科隆 甚至连另类选择党的 东部大本营城市 也聚集了数十万抗议者 他们手拿反纳粹标语 要求政府禁掉另类选择党 另类选择党是极度排外的政党 德国政府原本就以保护宪法为由 密切监控 近日德国一家网络调查媒体披露 另类选择党 新纳粹主义 以及其他极端组织进行密会 讨论推动回迁政策 计划大规模驱逐移民 甚至还包括不是土生土长 没有被同化的德国公民 消息一出 全国哗然 大批民众连续两周走上街头 示威运动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估计全国已经有上百万人参与 德国总理肖兹也公开申援 德国调查媒体以卧底的方式 混入了另类选择党的秘密会议中 主办者是一名极右派的牙医和 全国面包连锁店企业家 会议共有20多人参与 每个人都被要求捐款5000欧元 约合台币17万 秘密会议的地点也很敏感 就在当年纳粹提出最终解决方案 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附近 另类选择党目前的支持度已经跃居全国第二 民众对于移民不断涌入的焦虑感 是他们壮大的主要原因 目前网路上已经有70万人连数要求禁掉另类选择党 德国保守派政党也计划推动立法支持 不过另一派人则认为 近党恐怕会引发反效果 助长极右派的势力 英国的移民政策同样引发争议 首相苏纳克提出新政策 要将寻求庇护的人送往卢安达安治 借此贺阻从英吉利海峡偷渡来到英国的移民 不过这项政策之前就被最高法院判定违法 执政的保守党内部也出现反弹声浪 上周三苏纳克不惜堵上政治前途 立足保守党内的倒戈 让法案闯关成功 法国也推出了严格的移民政策 去年12月中通过的新法限缩了移民福利 并延迟房屋津贴 周日有近两万五千人聚集在爱菲尔铁塔前抗议 法国一向对自己的福利系统感到自豪 认为法国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之一 因为就连外国人都可以享有房屋和孩童照顾津贴 不过随着移民暴增 加上欧洲右派势力崛起 政府现在也必须转向 将资源保留给本国人使用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